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让人深深着迷 1994年倚天屠龙记中 最美的周芷若有29岁周海妹饰演 活在多少人心中 来到2019版的倚天屠龙记 化身灭绝失态 50几岁依旧韵味有存 港星周海妹从19岁参加香港小姐雪美洛选 却意外进入演艺圈 将近40年的生涯走红成为当家花旦 除了一天屠龙记 像是五妹娘传奇中的杨淑菲 都是红片两岸三地 不同的年代就演不同的角色 我现在这个岁数我无岁了 我不可能再演这样子 所以我应该是演艺适合我年龄的角色 2018年来到台湾担任金钟五三颁奖人 还跟乐团831同台重现周芷若造型 谦虚说自己已经回不去当年美貌 但其实当年他在香港肯不只有演戏 与歌神张学友合拍吻别MV 周海妹的一瓶一笑 让歌曲推出后迅速爆红 周海妹也跟着人气攀升 之后更是转战歌手圈 出了两张国语专辑 只是现在巨星陨落 跟他合作过的艺人张军领 也在微博发文哀悼 谢谢老师带给华语影视的美好故事 还有范冰冰也祝福一路好走 而饰演新版周芷若的朱旭丹也发文悼念 他的无数作品让人细细回味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周海妹 巴拉新闻周大厅综合报道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周海妹 但是他的奏势疑似是 罹患了红斑性狼疮所导致的 提到了这样的疾病 在台湾不算少见 多达2.5万人领有全身性 红斑性狼疮的重大伤病卡 为什么说要领重大伤病卡 它不仅是耗发在年轻女性的身上 死亡率更是一般人的2.6倍 前三大死因就包含了感染症 心血管疾病还有恶性肿瘤 除了这个皮肤之外 其实有大量的掉发 头皮红红的还有一块一块的落法 另外双手指尖也都是红通通 这些都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 而全台跟他们一样的人也非少数 台湾每10万人就97.5人罹患 全身性的红斑性狼疮 领有重大伤病卡的更超过2.5万人 后发在20到49岁的年轻女性 诱发因子除了基因 还有后天的药物跟环境刺激导致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红斑性狼疮 所以它是会攻击全身所有的系统 头发关节肌肉肾脏肺脏血液这些 它可以用任何的组合 所以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 在后续在治疗上就会非常的困难 因为它一下子可能就会有一些 猛暴性的一些症状出现 红斑性狼疮患者前三大死因 是感染症心血管疾病还有恶性肿瘤 而疾病所引发的急性肾衰竭 或者是勾计量的肋固醇 也都是死亡危险因子 死亡率比100人高出2.6倍 更超过5成患者在诊断后 10年内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器官损伤 重度的并发症来讲的话 治疗率还是没有相对那么高 所以说有时候一些重度并发症 其实很容易会有死亡的情形 木树一些左玄道胺酸 因为它这个会 它有一些光明感性的蔬菜 它就是可能会诱发这些病人的一些症状 红斑性狼疮患者 个案状况都不同 落差也很大 得定期追踪治疗搭配饮食 才能控制病情 让生活不上正常轨道 把宣战提供凯一台北从暴动